回来了 遭诱骗到柬埔寨的18岁 郑姓七年 达基在下午将近4点抵达台湾 他在当地遭囚禁半个月 另外一起返台的 还有一位张姓七年 他们都是屏东同村落的人 也是被骗去柬埔寨打工 不愿多说 因为遭囚的日子 天天都是噩梦 回顾18岁郑姓七年事件 在8月初时被朋友诱骗去了柬埔寨 到了当地就遭囚禁虐打 不只电话中求救 前几天在跟妈妈的LINE对谈中 还不断哀求快筹钱救她 否则就会被拆了 一直会被转卖去强摘器官 家人焦急的四处筹钱 终于在8月20号把对方要求了机票 住宿生活费和工作违约金等欠款 透过国民党立委 正正前协助付款之后 正姓七年就获得释放 8月21号上午搭上飞机下午回到了台湾 爸爸妈妈一早就北上准备接机 针对近期台湾爆出一件又一件的 柬埔寨打工诈骗事件 中国驻柬埔寨大使馆20号 发出一封公开信 声称台湾同胞就是中国公民 有困难请找中国大使馆 只是陆委会发言人邱垂正 在8月18号时就曾说 相关机关会在具体案件上侦办 秉持对等尊严的原则 透过协议管道和中方展开合作 来维护两岸民众的权益 更何况柬埔寨猖獗的诈骗结构 背景就来自于中国人士的投资 此次发声明来趁机吃豆腐 只称有困难请找中国大使馆 可说是相当讽刺 华时新闻杨姿一 邱均平荣浩北桃园高雄报道 哈喽大家好 我是乃鱼 要交给大家两个任务 第一个华氏新闻的脸书专页 你按赞了吗 还有华氏新闻的YouTube频道 赶紧订阅起来 还要记得按赞 开启小铃铛哦